人体实验室小蝶儿来测试了 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台北癌症的治疗中心了 不过我们来这边不是找医生 而是找医生的超聪明助理 要怎么说呢 听说这个助理他的智慧非常高 他的脑袋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听说这个助理就像医生的白宝箱一样 他头脑有数十种的癌症资料分析 不管是这个癌症的第一期到最末期的病人 这些的资料分析通通可以透过他来解析 而且还可以提供给癌症病人来做建议 我们赶快就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实验看看 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来考考这个医生的助理 听说假设我这个是一个可能乳癌的病患好了 然后经过几番的治疗 好像都是没有用而且还是失败 听说这个他也可以解决是不是 这边是厚厚的一叠这个病例 再请医生帮我考考他了 好 那我们接着就是会用我们这一套 人工智能辅助系统 来帮我们寻找各式各样治疗的方案 然后再来分析 那首先呢 我会根据你的这些过去的病史 提供他所需要的一些资料 他是医生的脑袋 他帮助医生去思考 帮助医生去寻找资料 帮助医生去从这些资料里面做判断 哪一样最合适这个病患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决定 换句话说所以他没有办法取代医生 那他应该是说是我们最好的百宝箱 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 我们以前要耗很大心血才能拿到的资料 那他帮我们整理好了 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全部输入到他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满意的时候 他接着就会告诉我们可以开始做分析了 他的资料库是来自于全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 此外他阅读了文献书籍 那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 因此他在资料充足之下 立刻下一分钟就分析好 举例来说他已经把你分析出来了 这已经跑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绿色的部分 就是这六个方案都是非常有效 而且是有充分证据证明 是适合你用的方案 下面有其他这个黄色的方案就是 一样是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优先次序不是排第一位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所有排第一位 顺序的几个方案每一个都掉出来 掉出哪一些 它后面又会说明 譬如说我们随便点一个方案 那它后面会根据我们所点的这个方案 告诉我们 它是根据哪一个资料库 然后它的胜算成功率是多少 然后它可能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 你要注意哪些事 那么它连你的存活率都可以分析出来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这个一分厚厚的一叠资料 来讨这个人工智慧 没想到真的是考不倒的 只不过刚刚的医生也说了 由于国家跟国家之间差距 像是这个口腔癌还有肝癌 在目前华生人工之外 还是在持续进步当中的 目前是没有这两项癌症的分析的 然而华生目前它是进行到 第三次的这个失败试验 还有失败的这个分析 接下来还是要靠医生的这个专业头脑 来分析说 这位的癌症病患需要进行第四次的治疗 还是说要来进行 缓和跟安宁的照顾了 我们的人体实验室 今天测试完成